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Elmo跟Bird 那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它叫做contextualized word embedding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word embedding是什麽嘛 就是每一个字会把它转成一个响亮 那它会叫它word embedding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它的训练的方式很像是直接在这个空间中 比如说我想要找一个300维去表示一个word 那我就准备一个300维的空间 然后呢,我在训练过程中很像是在这300维空间中 直接把这个word迁入在这300维空间中一个点的位置 然后每一个word就变成一个vector了 所以这样就是word embedding 不过呢,什麽叫做contextualized word embedding 那你如果想想看之前我们看到那些word embedding 比如说word to vector或者是glove 它就是每一个word,它就是一个vector 那这样子会有什麽问题呢? 如果是传统的word embedding的话 每一个word它就是一个vector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字多一的情形出现 比如说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的apple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水果的apple嘛 但是如果是第二句 smartphone company include apple 诶,这两个字都是apple 可是第二句话的apple 它其实就不是实铁水果的apple 它其实是苹果公司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两句 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分类的问题好了 那你把apple找出它对应的word embedding 比如说你import globe 或者是word to vector apple所对应出来的那个向量 在这两句话是不是会是同一个vector 那这就怪啦,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 每一个vector它其实是表示这个word它的语意嘛 可是第一句话的apple的语意 跟第二句话的apple的语意 其实应该是差蛮多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同一个vector来表示的话 这可能就会造成 我没有办法清楚的表示它的语意 而且这两句话的apple 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混淆的状况 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句做一个分类 这个apple如果它是放在一个比较像 旁边这个apple旁边都是些watermelon啊水果 那这时候第二句话的语意 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的强 那反之如果这旁边都是一些 Microsoft其他的公司名称 那第一句话的这个vector也会变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们的word embedding 其实并没有考虑这样子的 一字多一的情形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精确的表示 每一个word它所代表的语意嘛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能够像wain embedding一样 可以藉由空间中的向量的关系 然后能够找到语意中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vector就应该要能够充分且明确的表示 就是原本这个字在这个前后文当中的语意 所以一字多一的情形 我应该要考虑前后文 来给它不同的vector才对 不然我就没有办法使用原本我embedding 我希望能够保留这些semantic的关系 所以你看看如果说tree跟trees的关系 suppose应该跟rock跟rocks一样 可是你看这个rock它是不是一个一字多一的字 它可以是一颗石头 它也可以是摇滚rock and roll 所以如果这个字它在使用的情境其实是摇滚的话 你对于rocks它这之间的这个向量的关系 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 它应该跟多的石头应该不应该有任何relation才对 所以这样子的vector其实就不是那么的好用 或者是不是那么的符合我们想要的形式 于是呢第一个问题就是multi sense的问题 一字多一的状况 除了一字多一以外 其实还有multi aspect的问题 简单来讲 举例来说同一个字 它有可能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比如说名词好了 就很多字是这样子的嘛 那它在当动词跟当名词 虽然它的语义有可能是接近的 但实际上它还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你的名词这个vector 旁边所出现的字 suppose应该要是名词比较合理 因为它会跟名词比较接近 如果是一个形容词的字 它旁边应该也都要去 都要是形容词比较对 所以一个字如果它当动词或当形容词或当名词 它们有任何情况是都是同一个字 那这样子我们用同一个vector去表示它 也没有办法精确的表示它的意义 所以呢multi aspect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那multi sense在语义上面的问题就更大了 于是呢我们就想看能不能够让我们的vector 可以具有前后文的关系 也就是说当我们前后文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向量也就会有一点差异 所以如果是前文 如果是company likes apple 那这样我就知道这个apple应该是一个苹果公司 所以呢它可能就会是比较拼向公司的一个vector 那如果呢前面的前后文可能知道它是 I want to eat an apple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apple应该比较接近是水果 所以它的旁边应该要出现是比较多水果的那个vector 所以我会根据它前后文 希望能够有不太一样的向量出现 所以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ununlinked model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ununlinked model就是一个非常simple的概念 那它也是rmn一开始出来它所应用的情境 ununlinked model就是我们先从input input放进去的就是它前面的所有contact vector 其实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嘛 那放进假设说我们现在rmn是一层的 所以就是一层的hidden 然后最后出去的output 其实就是一个vocabulary size的word distribution 那如果你仔细想想看这个unlinked model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在这个network里面 它会condition在所有前面已经出现的word上面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前后文的那个前面的所有字嘛 然后它中间的unun的重点就是它的weight是在一起的 所以呢我要训练的参数其实就只有一组而已 所以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recognize speech 那它可能把它拿进去训练这个linked model 就是从这个句子开始它希望能够predict出下一个字是rec 那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几率分布 如果总共有一千个字的话这边就是一千维 然后呢我们就去看是rec的这个字它的凝固的值是多少 那个维度是多少 然后就会是next word是rec的几率 然后这就是一个tie step的rn嘛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呢任何一个时间点比如说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nice 它就自然而然可以包含到它考虑的前面是rec跟er 这两个字的资讯 所以你仔细想想看这边的这个nice放进去 这边的这个hidden state 是不是包含了现在这个字的input 以及前面所有字的资讯 在这个hidden state上面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 刚刚我们是不是想说我们希望我们的word embedding 它可以aware到前面的context 如果前面的context是比较偏company 跟比较偏水果 那我们就应该要呈现很不一样的vector才对 所以你看这个rn 它在这边自然而然 这边的这个vector 它除了它知道现在的input是nice以外 它也知道它的前面出现的哪些字 于是它其实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可以给我们一个跟context有关的一个资讯 在这个hidden state 所以这个language modeling 它其实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跟context有关的一个word re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hidden state 你看到这个word representation 如果我拿这个vector 来当成是nice的vector 其实是还蛮合理的 因为在这里面所包含的语义 其实就是nice的语义 还有这个nice在这样的前面 前面的context底下 所对应出来的vector 然后我才能够从这个里面去predict出 它下一个可能会接的字 所以这个简单的language model实际上透过rn的这个做法 它告诉了我们我们现在的vector 会跟context相关 于是就一个模型叫做tact-language model 它其实是在elmo出现之前 然后是同一个作者做的work 那我们一致都认为它其实是从这个work 然后一直衍生到帧出elmo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work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叫它pre-elmo 好,它的想法就是 我们要训练一个language model 就像刚刚的那个 比如说昂恩的language model 然后在大量没有annotation的data 我们就可以训练language model 因为我们的训练资料 是不是其实就是让它predict下一个字 所以这些就只要有很多很多很多句子就好了 然后我就可以训练这个language model 不需要任何跟task相关的标记 那训练完之后 我的这些中间的这个hidden layer 其实就等于是提供了你context specific的一个embedding 然后接着我就可以把这个embedding 然后拿来用在我们真实target的task上面 虽然它有点像是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先从没有annotation的资料上面做一个训练 然后接着这个资讯是可以补助我们的target task 怎么说呢?我们先看一下它做什么事情 首先如果我们的target task 是要predict 就像你们的作业E一样 要predict那个slot feeling 所以呢每一个字是不是要predict 它的对应的concept 像New York 这边就是location的资讯嘛 所以呢这边就会tag出blog beginning location 那这边就是end location 那当然你们的作业可能是bio 所以这边就是i location 那也一样的意思 然后is跟located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特殊的concept 所以呢它就要predict出o 那这边你可以用任何你想用的 那个sequent tag in the model 所以你就是目标就是把这句吃进去 然后predict出这一个output 非常的直觉嘛 这是我们的target task 所以这个target task是不是要有训练资料 是不是需要有这个input的句子 以及它对应的这个答案 就像你们的作业一样 那它首先呢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样你们作业也都有做的 当然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做啦 就是直接使用现成的woy embedding 现成的woy embedding 是不是它其实是在大量没有label的data 然后训练出每一个字 它所对应的vector 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已经训练好pre-train的这个vector拿过来用 所以呢如果你这个vector是 以这个字当中心的话 yoke它就会拿 yoke它对应的woy embedding出来 它就是一个vector 然后就是拿进去 然后放进你的model里面 然后呢继续做你的prediction 然后它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是大家目前都有做的 它都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要把一样是大量没有annotation的data 去训练一个recurrent的lenged model 然后它把这个input的这个句子 放进这个lenged model 它是不是就会像刚刚的那个r那一样 提供你中间每个字 它是它所吃进去的时候的hidden state 然后它就把yoke 这个吃进去的时候的hidden state拿出来 当成它的lenged model embedding 然后能把这两个资讯放在一起 当成是yoke的资讯 然后再同样的放进我们的模型里面 pagging的模型里面 那这跟原本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 原本的做法只有woy embedding 现在除woy embedding里面多了一个lenged model的embedding 这个lenged model的embedding 会因为前面接的字不一样 而导致会有不同yoke的factor出现 对吧 因为我们的rn 是不是除了现在吃进去的这个字以外 前面所有的context 也都会影响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的hidden state 所以呢 这个yoke它所对应的hidden state的embedding 它会跟前面接new或者前面接其他字 会有很不一样的factor出现 它就把这两个资讯拿进来 它的想法就是 左边的woy embedding 是一个跟context无关的factor 右边的embedding 它是一个跟context有关的factor 那跟context有关的factor 它其实可以提供给我们可能更rich的资讯 就像刚刚说的 如果前面的字出现的是it 或前面的字出现的是company 那可能就会导致现在这个apple的factor 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概念就是这样子 它的想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加一个pre-train的range model进去而已 那它的模型实际上是长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但其实完全不复杂 它的做法就是这里 这边是它的input句子 然后这是它目标要predict出来的tagging的结果 那它这边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它做了character的cnn 因为如果有一些字 它可能是oov的情况 那是不是就没有对应的这个vector 就没有pre-train的这个vector 那没关系 它还是可以找出一个对应的vector 因为它考虑它的这个character的组合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没见过的字好了 但这个字有可能是有 比如说它可能是pre-什么什么 或者是ex-什么什么 那你可以知道它的语意就是这两个字加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从它的每一个 那个英文字母的组合 来去得到一个对应的vector给它 那可能可以接近它的语意 那它是它的想法 它这边有一个character level的cnn 然后这边就是token embedding 其实就像你们的globe或者是w2v1一样 然后这边它是两层的bidirectional的rn 就在这里 然后这边不同的地方是 它把link model刚刚的那个 embedding 就是跟contact相关的 embedding 从这边concatenate进来 就是这边有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小标 就是link model 就是刚刚的跟前后文相关这个字 所对应的vector放进来 那这个字的vector怎么得到 就是刚刚说的 大量没有训练的资料 先train一个link model 然后接着把这个句子放进 已经pre-train好link model 然后它就会对应这个字 所的那个位置 这个hidden stage把它拿出来 就在这里 那它的pre-train的这个link model 长这样子 它是一样是bidirectional 应该不算是bidirectional 应该算是它做了一个forwardlink model 以及一个backwardlink model 然后我在这个句子 比如说在yulk的时候 我就会用new的资讯 然后跟yulk的资讯 那如果是backwardlink model 它会提供给你后面所出现的字 所对应的这个vector 于是就这样子 它的模型算是蛮简单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performance 它做在就是NER上面 就是Namity Recognition 就是辨识专有名词 它的专有名词就是包含了 人名、地点、还有一些时间吧 和组织名 所以在这边有highlight的 它就是应该要被tagging的答案 像这边就是人名嘛 那这个就应该是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时间这样子 那在这个task上面 最下面的这个2017年 就是这个tag language model 那它的performance 在这个tagging的结果上面 f1 score可以到达91.93 所以呢 其实在当年是 比之前所出来的模型 像你直接用一个bidirectional LSTN 再加character level LSTN 再加CRF 它也是可以到91点多 但是它只加上 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模型 其实还蛮简单的 它的performance 就可以比之前最好的 还更高了 而且它的模型 其实也就是bidirectional的LSTN而已 就是跟前面其实是一样的 它只多加上这个 跟前后文相关的embedding 它的performance就可以有效的提升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的vector 如果这个vector是跟前后文相关 它可能可以提供给我们更明确的语义 让我们的tag可以做得更好 有另外一个概念上非常相似的work 它想要做的其实也是contextualized war vector 那它的这篇paper 其实它就叫contextualized war vector 可是它极度的不有名 所以在这边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 它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performance 并没有像刚刚的那个linked model来的那么好 所以后来就几乎没有人再讨论它 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代表这个想法是很多人都有的 只是怎么做是比较简单的 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比较好的可能就会流传下去 那这个是 虽然它的确也有进步 可是它的做法 没有像刚刚那个linked model来的那么简单 那于是呢 这个contextualized war vector 应该就渐渐的失传了 那它叫它就是contextualized vector 就是code 所以它的想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它觉得每一个模型里面的context 其实都会影响target word的语义 所以说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对于这个字的语义更精确的一个vector 来描述它 跟你们的想法 跟前面那个tactualized model的想法 其实是一样的哦 好 那它这边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的想法就是 machine translation 其实是一个就是蛮常见的NLP的task 所以我们会想象 machine translation 重点就是我要capture 一个input sequence它的语义 然后我才能去做翻译 于是呢 它就觉得 如果我们有一个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的模型 它可以提供给我们 对于我们想要做这个task 很好的一个context specific的vector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它的模型是怎么做的 它的模型其实就是 首先我先train一个machine translation 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嘛 是不是word vector 一般的context free的word vector进去 然后encoder 然后decoder 然后就是translation的结果 所以呢 这边就训练完之后 我就把这个encoder拿过来 然后呢 我把 假设说我现在目标 是要做entity recognition 那我就把这个encoder 训练好的encoder拿过来 然后呢 把我的target task的input放进去 然后呢 就会在这个 已经pre-train好的encoder上面 得到一个对应的vector 然后呢 我就可以去predict我现在的task 你仔细想想看 这跟刚刚的那个lensy model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只有 左边的这个pre-train的task 它是用translation来做 对吧 就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它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哦 因为它觉得这个encoder 它可以根据它的context 得到不同的vector 那为什么 这个方法会渐渐的失传呢 因为它的pre-training 是需要translation的data 才可以train的 那这样子一来 我的pre-training 是不是其实就会 没有办法用非常非常大量的资料嘛 虽然门训translation资料还蛮大量的 但是相较于lensy model lensy model 只要是任何natural language 我就可以训练lensy model 但是translation是 你一定得有这个translate的资料 我才可以训练左半边的这个a 所以你在实际上的使用情境 这个方法还是会比较局限 但是它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它觉得 这个pre-training model 这边的这个encoder 是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 去了解context的资料 那这样子在target的vector上面 因为它考虑了它的context 所以它的vector 代表的语义可以更精确 就像是前面如果出现了 食物之类的字 那我就更有可能知道这个vector 这个apple的vector 可能是水果的apple 而非公司的apple 所以呢它当时的这个实验 你看它也是2017年 那这是年底的work 那它就是有显示它对于 这种传统的context free的 这些vector 比较来说 其实performance都会比较好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像 刚刚那个很简单的 neural language model 一样来的那么好 跟那么strong 因为neural language model 你是可以用更大量的资料 去做pre-training 但是这边translation 其实是不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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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